这5月8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某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年轻的卫生监督执法员王迪在自己大婚前毅然进驻观察点工作 最终在工作的观察点跟家人举办了视频婚礼 怎么回事呢 王迪其实本来预定是8号结婚的 但是他6号就接到了任务 于是他就拖着装有婚礼服装道具和日常用品的两个箱子 进入到了观察点开始工作了 5月8号结婚当天 王迪是照常工作 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 他偷偷溜回房间准备结婚了 要知道也没有专人化妆 也没有摄影师跟拍 甚至都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 王迪是独自带着前一天熬夜留下的疲惫 迅速地换上了红色的嫁衣 还在房间的墙上贴上了大大的红洗字 这短短的十多分钟 王迪和爱人在双方亲人们的视频见证下 完成了这场特别的婚礼 说王迪的工作究竟有多重要呢 他形容自己就像班级里的纪律委员 要有硬样的眼睛 关注到每一个有可能被忽视的风险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在发餐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要敲门去提醒 这个集中隔离人员取餐 那提醒或避免就是同时开门 因为如果要是同时开门的话 有可能就会有气溶胶 那卫生监督员就是要不错过 每一个病毒可能传播的细节 哎呀又让我想起那句话了 我们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拼命努力 感谢所有努力的人们